各个国家都有运河,有科学家在运河下面发现了一些奇妙的事物,这些事物让人感到害怕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,科学家发现了隐藏在运河下的可怕新发现。 硬币 在英国有一条运河,这条运河的里面的河水被排干之后,有一些热爱冒险的人,他们进入了这条运河的内部,他们对这条运河内部进行了探索,最后在这里居然发现了一些硬币。 这些硬币的数量非常的珍贵,应该是一些美元,据说所有捡刀这些硬币的人都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,他们变成了一夜暴富的人。 步枪 有一名男子,这名男子居然在一条河里发现了一把步枪,这把步枪看上去威力十足,枪托是用木头制作而成的,枪杆是用铁制作而成的,这干枪的子弹但家里居然还有一颗子弹,有人认为这个步枪应该是一名士兵的武器。 通过调查之后发现这名士兵已经失踪了,而这个步枪也就成为了这名男子的私有财产。 瀑布 有一名男子,这名男子在河流的上方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瀑布,这个瀑布顺着延时缓慢的流淌,瀑布的水流不多,只有非常细小的一条,但是这个非常微小的瀑布却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滴水。 很多看到这个瀑布的人都感到异常的震惊。 水井 有一位考古学家,这位考古学家对一条运河进行研究的时候,意外在这条运河的底部发现了一口水井,这口水井的井口处堆积了很多的石头。 这些石头被整齐地排列在这里,看上去就像是人为摆放的一样,到底是谁会将水井修建在运河底部呢?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,所有见到这口井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和奇怪。 轮船 有一些轮船,这些轮船可能会在运河中前进,为了发展经济,轮船上面还会有很多的货物,但有一些轮船,这些轮船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了意外,它们就会被搁浅在运河的内部,随着时间的推动。 这些轮船已经秀气斑斑了,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泥沙。 汽车 有一名男子,这名男子在运河的内部发现了一辆汽车,这辆汽车是一辆小轿车,谁也不知道这辆汽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运河内部,有人认为可能是有一位女司机,这名女司机驾驶汽车在马路上行驶,可是她没有及时地控制好汽车,汽车就这样掉进了运河里,这名女司机成功,逃离了险境,但是她的汽车却因此而沉默在这里。 在河流底部,直至人们对这条河流进行考察,才发现了这辆汽车的存在。 居石镇,有一名男子,这名男子在运河里发现了好几块大石头,这些石头的数量非常的多,每一颗石头都重达500公斤,这一发现让很多考古学家们都感到震惊。 这也就意味着,巨石镇并不一定在美国存在,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巨石镇。